賴清德總統候選人 大選登記後第五天 賴侯科首度同場出席公辦證件發表會 賴清德打頭陣 勞團五大訴求一一回應 講到超時還被按鈴三次 接著登場的侯友宜 夾著道具手板接力登台 圖卡背面小超 喵啊喵 賴清德前腳才剛離開 侯友宜立刻火力全開 賴清德又喊出派遣歸零 其實是輪為口號 因為現在只是把派遣 變成為承來或是委外 而且日越來越多 豬肉飯之子PK礦工之子 曾說自己比柯文哲還要早上班 侯友宜也自認他的勞退政策 比智商一五七的柯文哲更聰明 民眾黨在勞工的退休金 條例裡面提了一個個人提撥 個人 撥款進入到他的帳戶 那政府要補貼這個五千塊 所以民眾黨提的 我確實 我覺得沒有用我們為員工加薪的方式 來減稅會更好 老公制度左批賴清德又打 柯文哲但侯友宜的終身來台就業政策也 面臨假殺 也不會說一二三門戶東開嘛 一定要先算一算 我們的capacity有多少要怎麼進來 說得非常清楚 我說的是要做好全球部級 那兩岸是在全球部級的一環 第一位是賴清德先生是百分之二十一 然後第二位是侯友宜先生是百分之十 那第三位是柯文哲先生是百分之六十七 三個人使出渾身解數最終線上投票結果出爐 道具滿滿的侯友宜肯定心有不甘 記憶新聞馬恩凱彭宇 周旭龍長報道 立刻下載淨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